谈论不同剧情看尽人生百态 大家好 欢迎来到女汉子说电影 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掌上明珠 那么孩子生病 最难受的当然是父母了 可一个男孩 诗喝拉撒睡 都在一个泡泡中完成的 他又是怎样的一个孩子呢 男孩吉米 出生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家普通医院 本来应该大喜的日子 却因疾病蒙上了一层阴影 吉米一出生 就因患上了极为罕见的免疫缺陷病 简单点来说 就是对于正常人不值得一提的细菌 都有可能伤害到他 于是吉米就在医院中度过了四年的时光 回到家后 父母专门为他准备了一个无菌泡泡房间 并告诉他 不能随便跑出泡泡房间 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 母亲想亲热一下吉米 也只能通过厚厚的橡皮手套来触摸他 邻居熊孩子也经常身穿保护膜 来吉米楼下嘲笑他 但最后被吉米的妈妈拿起喷水枪 赶走了他们 吉米就这样 在泡泡里无忧无虑地长大成人 16岁那年 隔壁搬来了一个美丽活泼的女孩 克洛伊 此时的吉米刚好情窦初开 到了躁动的青春期 她总是偷偷地看着楼下的克洛伊 一天 好奇的克洛伊突然跑到了吉米的家里 除了母亲 这是吉米见到的第二个女性 不懂得如何和人聊天的吉米 上来便用脏话称呼克洛伊 然而对这里一切都好奇的克洛伊 貌似也没有责怪他 接下来的日子 两个同龄人很快就熟悉了起来 克洛伊经常来吉米家里玩 但吉米的妈妈貌似不太欢迎克洛伊 但看到儿子那么开心 她也只能忍其吞声 没多久 克洛伊的生日就到了 这天 克洛伊跑到吉米家里 想索要一个生日之吻 她试图钻进吉米的泡泡里 但怕自己会死去的吉米 拒绝了克洛伊 几天后 克洛伊便带上自己的新男友 来到了吉米的家 看到克洛伊和男友在自己面前撒狗粮 内心难过的吉米并没有变现出来 不久后 克洛伊把男友向自己求婚的消息 告诉了吉米 吉米知道自己很喜欢她 但却无法给自己心爱的女孩幸福 她努力隐藏着内心的情感 脸上故意表现出不在乎的模样 并把克洛伊送她的礼物退了回去 内心失望的克洛伊 含着眼泪独自离开了 内心有些自闭的吉米 也独自一人陷入了沉思 当她再次拿起克洛伊留下的礼盒时 却看到克洛伊在上面表白的话语 此刻的她瞬间醒悟过来 并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 勇敢而执着的吉米在父母熟睡时 终于不顾一切地穿上了自己的泡泡服 在入人的好奇目光下 踏上了去尼亚加拉大瀑布 追寻真爱的旅途 外面的世界对于刚刚出狱的吉米 都是新奇的 她穿着泡泡衣 挥动着一双黑色的手臂 努力地奔跑着 吉米来到了一个售票员面前 售票员被她独特的造型 整得一脸懵逼 并把她当成神经病赶走了 原来这外面的世界 并没有想象中那般的美好 就在她转身过马路时 不料被车子撞到 好在有泡泡的保护 她没有受伤 车上突然下来一群学生模样的人群 让吉米乘坐他们的顺风车 本以为一切顺利的话 可以很快到达目的地 但吉米发现 这并不是学生 而是一群邪教成员 吉米因自己过激的话语 激怒了车上的一群人 他们把吉米扔在了 这一望无影的荒漠 在这里 她遇到了一个骑摩托车的大叔 大叔带她来到了一个繁华的大城市 她带吉米看完音乐会后 又来到了一个赌场玩耍 吉米看她玩得几乎忘记了时间 她怕错过克洛伊的时间 便拿出手中的一枚硬币 赢得了一辆代步车 于是她独自一人 骑上车离开了 结果在路上 她无意间遇到了自己的父母 就在她惊讶之时 她再次被车撞倒 然而这次 她竟意外被反弹到了一个火车车厢里 遇到了一群马戏团的表演人员 马戏团老板是一个十分凶悍的小矮人 她经常压榨手下的员工 当她拿起手中的棍子打吉米时 自己反倒被吉米的泡泡反弹到 一头倒了下去 在接下来的赶路中 吉米在一家饭店被人当怪物关了起来 好在一位卖冰棒的印度大叔救了她 并让她乘坐自己的车子一起出发 路上吉米再一次因自己的口无遮拦 失去了坐车的机会 然而大车需要500元钱 吉米因没有钱 就去参加了能获得奖金的泥巴站 然而就在这时 吉米遇到了摩托车大叔和那些邪教分子 以及马戏团的一群人 慌乱中 吉米坐上了一位老大爷的车 在车上两人聊着共同的话题 但因为老大爷开车打盹 吉米又一次被甩了出去 这一次吉米下定决心打电话给克洛伊 但电话却是克洛伊的未婚夫接的 此刻吉米的内心难过极了 就在她失望透顶的时候 父母来到了她的身边 在父母的支持下 她历经千辛万苦 终于来到了克洛伊的婚礼 当她撕开自己的气泡符 却发现自己并没有被细菌致死 一旁的妈妈含泪告诉了她真相 原来很多年前她就已经痊愈了 妈妈为了保护她 所以才欺骗了她 吉米虽然很气愤 但她并没有责怪妈妈 她勇敢地亲吻了自己心爱的女孩 故事到这也就结束了 虽然妈妈因爱 让吉米生活在泡泡中 但这种霸占孩子的方法是错误的 如果你的孩子得了这种怪病 你会用什么样的方法保护她呢 感谢收看本期的视频 喜欢的不要忘记 关注转发哦 感谢观看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